今天我們的題目都多謝Sara 就是Social Enterprise Research Academy 提供一個這樣的空間給我們 就著一個最熱的題目 和大家做互動 我相信由政府 就是最大的老闆政府 去到一些 SME的老闆 或者一些小老闆都好 都背了一個頭痛 就是人才 OK 那我相信大家 今天都想看看有沒有什麼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今天的互動 希望有些事情你們可以 或者我們可以再看看 今天有沒有討論的成果 可以變成Part 2 那我今天 沒有分那個先後次序 那我介紹一下我們的Guess 今天我有三位帥哥 那他們每一個都有很獨特的故事的自己 那有些是做老闆 那有些做到很高級 中間又經歷過很多甜酸苦辣 那我相信他們那些經驗就會 會分享到很多的看法給我們的 那我第一呢 我先介紹一下Nelson 先啦 Mr. Wong 那他呢 就是來自這個 Directors Association for Coaching and Facilitation 那是和HR有關的 那一會兒他都會再講多一點點 或者Mr. Wong 你都可以跟大家揮個手先啦 那我們那些人都知道 對了 好 跟著呢 第二位呢 就是 Daniel Mr. Wong 他好像留到我那樣 那樣 他呢 就是Goguchart Technology Limited的 話事人啊 就是老闆啊 那他很多經歷啊 那他的經歷 那他的經歷 我覺得都幾難忘的 那我們都聽一下 應該 如果你都想著做老闆 你看怎樣面對這些頭痛 我相信他的經驗都應該分享到給我們的 那最後 那個帥哥有個背景 Ultimate Choice 後面 有一堆年青人在後面 我相信你知是 什麼行業 就是一個 同一個 補習 應該說是 教育的行業 但是做一些 課外的支援 就著一些 學業上的支援 那就是 Mr. Yu 那 Steven 那 我們今天有三位的 嘉賓 那我自己介紹 我也是 Sarah 其中一個的 分子 那 我又是一間 中文裡面做副校長 我叫Risk 那 就是這樣 那我們 來 介紹完之後 我們都可以 我都邀請 我們 三位的 panelist 那 無分次 就是 次序 那我又 他們可以再做一些 的 介紹 就說一說 他們就著今天 這個 topic 裡面的看法 那我交給 哪位 有沒有人想開始 先 不如 就 我先開始 好 大家好 那 我要Steven 那 在剛才多謝Risk的介紹 那 我自己本身就是 英語教育集團的創辦人 那 以及行政總監 那 最主要呢 我們的業務呢 是去負責 一些 教育的服務 那 簡單一點來說 俗稱叫補習 那 補習這個學業 就是不斷需要有很多 不同的人才 其實跟很多行業一樣 那我們需要的人才呢 應該是 都好像 技術那樣 那 或者是一些 其他不同 譬如 Fintech 又或者可能其他一些 更加多不同的行業 都是要有很多新血進去 那才可以令到這個 公司也好 或者行業去 營運得到下去的 那所以呢 在這個 topic上面 當 Sarah 邀請我的時候 都會覺得 很棒 也都是一個很有趣的 一個經歷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自己個人 就比較 不喜歡說太多 theory 的事情 因為以前讀書的時候 最怕就是 一些很悶的事情 那 所以同樣道理 也都是把這些 希望可以把我的實例 就可以分享到 給大家聽 那也都是可以大家 其實可以談 因為很多時候 真實的那個例子 是會比理論性 會更加好玩 還有會是更加實用 那如果就著 我自己去看 人才 我想就一定是 無時無刻 大家都一定是要的了 那但是 怎樣為之人才呢 那我們都分很多 不同level的人 那如果你說 最傳統的 hierarchy 去看的話 那我們會有 前線 front line 跟著有 middle level 跟著還有 top management 那其實不同的人才上面 可能他的那個 我們的方法 都會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但是 就算怎樣不同 都好呢 在大趨勢上面 因為始終人性 是不斷是這樣 向前 我們也都可以這樣說 是向前動 或者是進步 他們的思想上面 那所以呢 我們怎樣可以吸引到 他們 令到我們可以 他們回來呢 那這個就是個重點了 那所以 這個位置上面 可以 跟大家去講一下 如果以我們來去看呢 我們就會 以culture上面 去吸引他們先的 因為 現在 年輕人也好 又或者 譬如可能是 講的80號 或者是90號 其實他的年齡 是達到30至40歲 這些的階段 正正就是很多公司 都是需要這一堆的人才 那而大家 這些年紀的人 其實是想要些什麼呢 那譬如可能 他們會有些 很大部份的 就說 work-life balance 對不對 那work-life balance 其實我們可能都聽著 大概是十多年左右的 這個概念 那但是 很明顯的趨勢上面 其實是 越來越強烈 這個要求 那在這裏呢 如果不能夠令到他們 起碼一件事 就是我說 讓他們覺得自己是 work-life balance 那你是很難去吸引到他們的 因為 有資歷的員工 其實他們大體上都會知道 就是 這個世界是很難完全做到 work-life balance 譬如你可以是一個 工作和生活 你可以是融合 但是你要去完全去 好像separate 分開 那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但是怎樣令到他感覺上會好些呢 很多時候是那個感覺 那我們就在文化上面入手 那譬如就是 我可以share screen上的請問 可以的應該 你試一下 我試一下先 嗯 好像 好像 可以 看到 分享畫面 螢幕 好 那我就拿自己公司來做一個例子 那我們呢 在那個文化上面呢 跳一跳先 嗯 譬如怎樣給他們的感覺上 是真的可以有balance 真的可以做得到呢 那大家可能在畫面上面 看到我們 會有一些cosplay的環節 那在下面這一部份 就是我們 對上這兩年 我們就去cosplay了一些superheroes 那跟著我們剛剛對上 這一年的Halloween呢 就是cosplay Harry Potter 那樣的樣子 那其實呢 在工作上面一點 都一定是很沉悶的嘛 那你怎樣可以是 運用工作的時間上面 給他們覺得 其實呢 也都是可以 是調劑一下呢 那這樣 那在這方面 其實可以有些入手 那另外就 譬如好像 右上角 這些 我想大家可能 有時候都會 收工會和一些同事 跟著呢 下屬會去吃東西 那但是 就是吃東西這一件事 可能大家就是 吃完就算數的嘛 那但是 吃完之後 可能 我怎樣可以達到的效果呢 我相信大家很經驗老到的 其實一定更加會做得到 但是 似乎是 譬如只可以做到單向性去做 但是 人家是感受不到的嘛 因為我們一個人是要搶人才 其實就是 換言之是 不是單單只是一個 我們internal的marketing 其實是external上面呢 都是同樣做的marketing的嘛 那所以變成了 譬如在大陸的抖音 或者是譬如 可能我們說的是 外國的IG reels等等 這些不同的 改變之後呢 我們可以將這些東西 去透過這些 我們叫做 社交平台 去發佈出去 讓他們去感受得到 你那個文化是在哪裏 那所以 我們都會在 這一年 做了很多的改變 譬如去拍這些 youtube 把這些生活呢 去反而去記錄 就不要太硬 這樣去把它 譬如拍成一些 叫做 commercial的一些 的廣告片 因為很多時候呢 以前那些大公司 他們的corporate 就拍很多廣告片呢 就令到人覺得 嗯 很正啊 這樣 但是大家看得多 都會悶的嘛 如果不是都不會有那麽多 一些 社交平台 那些媒體 不斷地誕生 因為他們看一些 最真實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呢 就將這些 又是對同事的 一些的分享啦 那跟著呢 同時間呢 亦都是分享給一些 不同的人去看 就是我們對public 那他感受 讓他們去感受得到 你公司的文化之後呢 那他認同了 或者他想 投入你這個行業的時候呢 那他就會有多一些的 一些去考慮 去挑選你啦 那當然啦 其實呢 我想很多時候呢 在做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想有些事情是需要突破的 就是 可能大家會說 那我怎麽樣去做啊 譬如我的行業 其實本身 未必是要 就是未必可以做到 那麽潮啊 又或者是那麽出的喔 其實在這個 開頭我們去做的時候呢 都很糾結 就是啊 糟了 我們本身沒有marketing的同事 拍片 自己都會拍的 但是又不會剪接啊 那麽樣 那怎麽算好呢 開頭呢 就自己試一下去剪一剪先的 那麽但是去到後期呢 就發覺 其實那個量 是可以找 開始develop一個team去做了 那麽我們就找同事 internal的去做 這件事 那麽變成了 大家亦都這樣去build up 這個culture這樣 那麽這樣 那這個的分享 我可以 大家可以隨時加入 那麽樣的 是的 OK 那多謝Steven 那我們可以stop了 sharing先 好 那我想大家 那麽多位的聽眾 是不是叫聽眾啊 還是網民啊 應該我不知道 中文還是中文差 webinar應該是叫 那麽多位 webman I don't know ok sorry for the term ok 那麽我想 我們都可以留意一下 剛才Steven 說了幾個概念 那麽我覺得 我們可以再轉下去 一會 那麽其中一個呢 就是我 就看到就是那個 那麽樣用一個 think out of the box 的approach 來吸引你的 target的talent 特別是那些80後 或者90後 就是怎麽樣可以呼應到 他們那個work life balance 又同步又可以找到 一班這樣的人 又可以滿足到 你的那個human resource needs 那麽剛才Steven 都share了些東西 那麽我們一陣子 再可以做一些討論 就著那個位 好 那麽或者下一位 Daniel你share不share一下先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niel 我來先 那麽其實 我是Googlechart的創辦人 兼CEO 那麽很簡單 講一講Googlechart做什麽的 那麽我們其實是一間 做digital marketing的公司來的 那麽都七年了 Actually 我們後日 6月2號 就是我們七周年的公司的一個日子 那麽亦都是就是 我們 我自己創業其實失敗了 這個我第四次創業 那麽頭三次是失敗了 那麽 所以 在這九年幾創業裏面 那麽其實 學到一些小小東西 那麽看一下可不可以怎樣分享出來 那麽其實 剛才Steven的分享呢 其實很大共鳴 那麽我想講 其實 我很喜歡 剛剛Steven講的分享就是 譬如 他怎麽樣去 那麽他們可能做的行業裏面 比起可能 現在很多科技公司 會不會太出眾相對來說 但是他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去令到那些同事們呢 是有一個歸屬感 或者是 就是他們是願意或者很嚮往這種 就是公司的文化 那在這一方面呢 其實我是非常之認同 以及 我們自己是 其中 我們公司 一個很大的投資 那麽我能夠說少少 那麽我能夠說少少 我就 剛剛 公司的文化很特別的就是 我們有幾樣東西是很著重的 其中一樣就是我們的溝通 我們很著重同事們之間的溝通 團隊之間的溝通 那麽我們團隊其實有 如果只要有一個人公司的話 都四十多個 那又是香港啦 內地啦 然後菲律賓 馬來西亞 甚至其他國家 那麽接下來還發展著 新加坡加中東 那麽其實大家不在同一個地方做事 其實那個溝通的那麽 是我們更加需要去想 怎麽樣可以去到很Smooth 大家每日的溝通 特別你是做Marketing公司的話 那個溝通的尤其重要 那无论是对,因为我们主要的客户都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品牌 可能是腾讯,或者阿尼,或者是一些银行,甚至是政府等等 那这些project是很紧致的那些时间 那所以我们怎样可以令到那些同事们的那些沟通很暢信呢 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很透明 我给一个例子你就会明白了 我们每个月有一个All Hands Meeting 那所谓的All Hands Meeting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拘捕所有人 那我们平时的办公时间是10点的,10至7 那我们特意每个月一次就9点开播 然后就拘捕全部人 然后就会有一个小时的大会 那就会讲公司对上那个月 或者对上那三个月或者对上那半年 或者对上那一年的发展 或者更新未来的一些方向 一些新的update或者欢迎新同事等等 那一个小时差不多 那一般完结之后就一起 香港团队就一起吃早餐 其他国家一起吃早餐 那这个习俗就一开始 成全到现在都七年了 所以都挺个人 那当中其实我们更新的程度 是透明到我们会连公司的 我们的performance 我们甚至的生意 是可以说是百分百透明的 就是我们连一些intern都会知道 发生什么事 所以很特别的一个文化 首先我们是百分百透明的 就是在自己人当中 我们是可以说现在这个是没有穿衣服 那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其实在投资 在团队方面呢 我们其中一个环节呢 在请人那方面 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是怎样去抢人才 就是请人 那我们在请人 就是HR那里 我们是很大力的投资的 就是除了可能是在不同平台那里 去投资不同广告 其实我们是请了一条HR的团队 就是建立了HR Team 是internal的去除了是请人之外 我们是特别是有一个人是专负责公司的物化 做什么的啊 公司的文化 其实我们每年 他们的无论是生日 他们的公司的anniversary 我们都会量很多不同的surprise给他们 其中一个呢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surprise 就是可以跟CEO吃一餐饭 很有趣的就是他们每个都喜欢这件事 因为可能平时没有什么机会 跟我坐在这单对单沟通 但是那个饭局当中 就是单对单会是深度了解啊 和分享啊 那没有人是很透明的 就是很乐意说那些想问的东西 那就变成了这个这个文化 这个习俗一路成全到来 那COVID之前 其实我们每年都去旅行的公司 那上一次都包了整个fella 这样在泰国 然后就 大家都很happy 但是我们就有个规矩的 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呢 就是公司同时呢 他们加班都很厉害自己 就是他们可能很长 但是我们的规矩就是12点 中午啊12点 后就不能做事了 就是你可以早上起床 9点起床 做事没问题 做三个小时 但是中午后就是玩的了 那整个礼拜就是一个half working 类似尽量都给他们休息的时间 那你问我 就是就是说回现在 今天的题目 我可能讲多一点 我觉得挺特别的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 的状况呢 其实很特别的 在一个大环境是很差 就是一个macro level 我们是现在经济 我觉得是可差的可以说 就是说疫情后 其实很多都可能是 尽快地这样 希望可以追回之前损失过的 那当中大部分都是 就是会是 share整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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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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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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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现在是很差的market 那我们很blessed 我们疫情反而是升了几倍 但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 善上的事 但是大环境的因素就是 我们很多我们的partner 我们的客户都是很差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会受影响 eventually 因为B2B2C 那好了 有些人才就走了 但环境因素差 那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部分 年轻人就选择去做这个叫做 slasher 就是比如他们可能是 我不喜欢補财 我想是有部分去做自己创业 有部分就是自己开这个叫做 可能电商啊 或者开一间 e-commerce 或者开一间 instagram shop 或者whatsapp 或者是做一个online business 或者自己走去做一个YouTuber Kero 或者一次过打几份工都可以的 他们可能很重视webline balance 不想去加班 不想为一间公司做一个社畜 然后 就是这样东西呢 在这么多样东西 有些是移民啊 有些可能就甚至乎是做其他东西 或者被其他公司抢 就是中文有句话 糖水滚糖 那么在大环境差 接着经济差 很多东西在萎缩的时候 然后人财已经走了 就是已经没了很多鱼了 有些误索性我不油了 我只是自己躺平 有些甚至乎是说 我自己去跳第二个pond 那在这些情况之下 大企业还在抢人 还有很多初创公司来抢人 加上本身那班人要人财 你明白现在这个状况是怎样呢 其实是严峻的 所以令到我更加想去 回应刚才Steven分享的就是 其实很多企业会 甚至operator 无论你是自己做老闆 想做老板 或者是创业 或者是自己在公司做management 或者是负责请人 你都要考虑到一件事就是 怎样令到你的公司吸引到年轻人 那你加入给公司 你有什么元素可以是令到他们会想留在 你最不想的就是请了一系列的人 然后留两三个月半 这些是大部分operator都不想见到的东西 但你怎样可以令到他们 留下来一点呢 那你 即我说多一点 我们公司一开始是由我自己一个创立到 现在 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正常 每个企业会经历的就是有人财的流失 我们其实有同事是由开始到现在还在 但是当然有一些不在 那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个可以说是nature 你没办法相信一团团队 由创立到现在永远跟你跟一世 你甚至你自己的公司 你都未必会在里面做一世 因为可能过了十年 或者五年或者二十年 你自己可能会卖了一本 或者转型等等等等的东西 那所以在这个Journey 在这个路程里面 你怎样令到这些同事有个归属感 怎样令到团队 他们在当中是可以为到你创立到价值 之余你的business 是还是可以profitable的呢 那其实现在在right now 这个timing 我自己觉得对很多做生意 做operator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这件事都想substantiate 如果回到刚刚Ritz他说的话 做老板你想学做老板很好 其实不是 现在这个年代做老板是最不舒服的东西 反而最舒服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要不就打工 要不就做一个slash 我觉得都不错 如果你有一些好的项目 我都想试一下 我暂时讲到这样子 多谢Daniel刚刚的分享 他刚才都讲了很多甜不酸苦辣 我想有两点我们都可以值得 draw大家的attention 第一点就是刚才Daniel 都share了很多很好的例子 怎样建立一个公司的文化 他都给了一些例子 例如company的overseas trip 一些怎样用transparency increase and this staff sense of belonging 或者sense of ownership 然后第二个concept 我想大家都要留意 我觉得挺好的 这件事我们要留意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就是时间里面 就是以前呢 经济差呢 但是你是会有很多人 被你请的 但是现在反过来 经济又差 或者可能recovery慢 大同步 不是很 市场 不是老板那边的 就是请人 是用家 就是那些employee 是做老板的 就是你基本上 你要找人 你找不到 那又有这两个 两样东西 令到Vicious Cycle 又很恶化 那这一样东西 我们都要留意 那一会儿我们再做讨论 我们都可以再看看 这个环节 那么 终于我们又请Nelson 你又讲一下 你的体验 还有讲一讲 你的公司的背景 Hello 大家好 谢谢Viz 那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专门帮一些HR 一些公司的管理层 做一些人才分析的认证 以及培训 这样的 我接触了 主要接触的行业 我就会在一些社界 商界 为主 这些是 那刚才呢 Daniel和Steven 都分享得很好 那在一间公司里面的文化 龟宿感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一些Z世代 他们这么重视 Work life balance 那真的很需要 这个时刻我想分享 也很好 我预备那部分的分享 就是一些 不是公司 就是一个内部里面做的 就是一个整体去看 为什么会有抢人才 这个问题出现呢? 很明显就是不够人 如果你看回政府一些统计 那就是有些数字可以参考 勞动人口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会看有多少人 在这个市场上面去工作 大约现在呢 其实就是360多万这样的人口 而按政府的推算 是一直持续会下降的 那么去到2031年 就会去到350万 再跟着就是349 一直下降 近这几年再明显一些 就是除了自然的下降之外 就是可能是移民潮 路续续这一两年也是 就是说 其实呢 如果就算在公司里面 其实你一直优化你的文化 营造很好归属 你可以拧着现在的人手 不过也是抢不到 因为本身的基础是一直这么少的 那么我就在想一下 怎么可以将基础变大一点呢? 因为你的卑势 其实你怎么做 多少也好 福利也好 好也好 其实也是没有这个人 好像Daniel刚才所说 鱼游走了 或者它不游 那么去哪里呢? 可以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接触一些管理层 或者一些认证的朋友 他们也有很多想法就是想转型 不过如果一下子 叫他们完全去转型呢? 那是困难的 就是说 就是拿池 立即转去一份工 他说真的很多 如果有一份 兼职工作 或者现在存在的公司 他可以给他转做半职 那好了 他又可以有 就好像刚才 Slash是青年人 但是其实中年人都应用 因为他们也可能想做一个第二个职业 他们的第二个职业 如果公司有这样的政策 就是容许将一份工作 变成两份工作 那其实呢? 就会释放了一部分的劳动人口出来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也是 我也接触 就是我自己是爸爸 接触很多一些结婚的男士或者女士 就一有小朋友就会想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做不做一份全职的工作 还是半职等等 很多这些位置去考虑 那同样 如果你将一份工作斩检 就是不要叫一份全职工作 变成2.5天或者3天 其实就真的会多了很多一些 可能已婚的男士或者女士 都合适 因为他们未必想 一份全职工作 他们可能想花一部分时间 可以照顾到他们的小朋友 特别是刚刚出生 或者一些幼稚园时期的小朋友 是这样的 把工作斩检 我觉得是其中一样公司 可以控制到的东西 就是斩检 同一时间 你就可以令到一些 可能想转型的人 或者是一些二婚人士 他们都有机会可以 就是每一下子就走了 还有你真的有部分 会投入这个劳动市场 那么就 也都 近一年都很热 其实一直都很热 应该这么说的 就是AI 可以想一下工种 是否可以结合 AI一起做 那你抢不到人 你可以将工种 转型 就是调整一下 这样可以帮到手 就是at least 那我暂时分享到这里先 交给主持 好 多谢Nelson Nelson Nelson 刚刚就给了一些工具 给老板的 刚刚 我们可以看一下 喂 你那份工 如果是有没有斩检式 那如果可以斩检呢 我们又可以吸引一些劳动人力 就是例如 特别可能是一些妈妈 或者一些爸爸 他们 就因为要有家庭的照顾 底下 不能够照顾到 就是 那会贪照顾不到 所以呢 如果是可以 flexible 一些 又行不行呢 那这是第一个提示 那第二个提示呢 就是说 喂AI 你好像我们近期 我没有说过 benefit 我说过公司的名字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你好像chap gpt 那样 例如距离 那样 究竟对我公司 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呢 或者我有没有科技 是可以令到我 可以run到我的business呢 那obviously 那这些都是一些的tips 那就是人才 我选择一些高端人才 那一些可以replace到的 那我就用一些technology的东西 那刚才nelson 就分享了这些点 那我相信 那我们现在的audience 都大概 有个background 就是 steven Daniel 和nelson 都说了他们的那些 背景 他们的经历 他们就着这个topic的见解 那现在我们去下一个环节 那我们现在剩下半个小时 那这部分呢 我就会抛一些问题 引动一些讨论 那之后呢 那么多位audience 你们可以拍问题 可以打一些问题 那我一直看到一些问题 我又可以同时间又问 问一下我们三位的嘉宾做一些的回答 OK 那我们刚才呢 nelson 说了一些数据 就是三十几万 有移民前 三百多百 OK 那我较早前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呢 就是人才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分 高端或者低端 总之人才 你好像小巴司机 香港政府都要请五百个 胡老院 那我们也要请 跟着 新闻 你们都应该有留意 那甚至乎 你现在读中医的大学生 那些医 他们都是英国 里面读中 就是香港 就是一些官员 过去请他们 甚至乎 现在香港 其中一间大学 都谈着 读医 可不可以读短一年 那些读得 就是想快一点 去投入回那个市场 那我相信 你们会听到 很多这些的news 那同步 就是我们讲人才 就是 都是有一个push and pull 的factor 就是你有什么是可以push 到那个人 过来 就是push 到他过来 或者你as and pull 他过来 你那里呢 那在这个前提下 那我想问三位 现在我们面对着 这个的 真的 那个基数 就是如果拿人材 这个基数 就是缓缓 可能有很多因素 那你觉得 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是可以 怎样应对呢 就是如果是 用一个人才的 抢人才的角度 看这个东西 那 那 你们怎么看呢 可以 anyone 我有个问题 我先看一看 你们可以回答一下 我可能chip in 少少 这里 如果不介意 很快地说一说 那 其实刚才rich 你说的这个现状 也是有数据 是反映出来的一件事 那 也都 就是 无论是政府 很多企业都在 promote 怎样可以 增加 劳动力 无论是 不同的 职位 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industry 包括 先提到医生 护士 在 不只是英国 内地也有 输入 不同的 labor 来到 填补 这个deficit 就是我们现在 空缺这么多 这个labor 就是这个劳动力 生产力 现在是很缺 我自己觉得 其实 做生意 是有一个 生意时钟 我想说 什么叫生意时钟 就是 你每一日起床 你 是有个成本 已经是自动 那个clock 在进行 你的灯油火蜜灶 你的 你的operational cost 你的 你的同事的人工 你的所有 很多 caming clan的投资 或者成本 都在 accumulate 每日都是一个cost 那 你如果在 等着 一些 叫做 等运动 等一些人去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然后去解决你 现在面对的问题 那 其实跟 COVID pandemic的时候 第一个wave 第二个wave 第三波 那些疫情来到 然后你都不去 学习什么叫做 线上 什么叫转型 什么去remote 什么叫zoom 什么叫做 去其他 怎样去 怎样去 怎样 关掉 等人够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这个心态 所以 你问我 反而我觉得 就是我知道 parallel 是有 开始很多 这些talks 或者initiative 是 接下来 去帮助 可能是 无论local的公司 公司 企业 去得到多些的labor 或者生产力 但是那个timeline 要等多久呢 你要等一个月 which 我相信不止一个月 三个月 我觉得都未必 只三个月 你特别是英国 那班飞来到香港 你relocation 怎止三个月 那半年 未必 但是你半年的cost 你是等 还是捱 还是什么心态呢 你如果是一间 很充足的公司 因为我做 比较多分享 会在financial 多的 就是一间公司的financial cost 例如你的operational cost 什么operational cost 你的营运成本 你知不知道 一间公司呢 资金对一间公司来说 就好像一间公司的氧气那样 氧气 就是你人的呼吸要氧气 你没有氧气 你生存不到 公司一样 公司都需要氧气才能生存到 如果你蛋液不充足 你capital不充足 你的公司就生存不到 所以反而在这个时候 很多公司自动自个会做的 其实我也不需要说 大家都会知道 就是计得更加清晰 你的成本 你的run way 你一年 你到底你的成本 你现在capital 你公司多久 到底你是不是可以 一定要请人 那你请那些人回来 是不是replace到 你缺乏的东西 或者你缺乏你没有了生产力 而那些生产力 不是为你带来更多的氧气 就是更多的资本 去为你营运下去 那我想 就是要考虑的是长远少少 条数要清楚少少 这个我是 我会给的advise 就是现在是the best time 是做一个review 一个人会在end of year 或者new year resolution 做一个review 全年发生什么 2022年 2023年 2011年发生什么 其实 现在是the best time 其实常常都要做 你不要等到年底才做 其实现在就要做 ok right now 我为什么要请人 是因为我没有了一些人 走了 移民了 或者是被人刮了 ok 那我请了review replacement 回来 在哪里拿 我是不是用同样的成本 还是我要用更贵的成本 还是刚才 Rish 和Steven Nelson也有提过 第二种combination 例如可能是 给一个flexible的working hour 去换他的labor 或者生产力 回来 然后填补这个空缺 那我想 现在的operator 或者做生意的 更加需要去思考 这件事 再说 立场 我自己是 反而是 不只是香港去填补这件事 因为 因为香港是糖水滚糖血 那我就要想 ok how about 其他国家 可不可以用其他工具 刚才都有提到的 就是可能AI 那其实 现在我们公司呢 是用超多的subscription 我所谓的超多subscription 是什么呢 我们subscribed了很多不同的工具 就是 我想有三十几个工具 那工具呢 是SaaS 就是每个月都给每年 都给的费用 去令到我们 无论沟通 work efficiency 和我们的data management 甚至乎AI 我们都有ChatGPT4 Pro 我们都有 甚至用一些plugin 去令到我们的工作上面更加顺畅 有些同事跟我说 他用了ChatGPT4 特别是4 之后呢 他感觉多对手 你想想你 你想想你弹钢琴 你有八对手在弹钢琴 你不用focus你的钢琴了 你只要focus那些地方 可以很厉害 那 真是搞笑的 我看到有个笑的emoji 所以 所以 我们有些 Danny 我要停止你 刚才 我反而 我现在看到有些观众 我看到Joyce Joyce 你等一等 我又看到另外有两位 Lex Quest Hong Kong 都弄了个问题 Joyce 也有 或者这样 我们又分工 我又看看 Nelson 你见不见到Lex Quest 的问题 是 是 Core staff 还有CMO 你怎样可以令到自己的 staff 对这个 工作模式可以更轻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Steven 我稍后有一条问题 是要问你的 那我们交给你 是 CMO 我不知道他指 指什么意思 如果是 Core staff 外判 我个人来说 是不同意的 因为Core 是一个核心的团队 反而周边的工作 选择 外判是可以的 其实现在 核心都越来越小了 已经是 如果再将Core 再外判 就是没有Core Core 一定要有的 周边的工作 可以外判 就是这样 例如我做训练 我也有很多不同的训练 partners 大家就在一些独立的个体去合作 这样做的话 大家都是平等的 去 achieve 这件事 仍然会有个Core 如果就着 这个 question 是 CMO是指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即是 是的 那都真的很Core 如果那间公司 就是for 去到这些 senior 那可能我这样理解 就两间Core的公司一起合作 都没有说不行 是的 但是整体的趋势 都是越来越小 Core的公司 接触的企业也是这样 那就是 两间不同的公司一起合作 更加 就是这样 如果我这样看的话 OK 或者Steven Steven 我们看看另外一条问题 Jenny就问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 你请一些 junior 的同事 跟着再 好像 刚才Daniel 这样说 我订阅一堆的 tools 来 increase 生产力 還有省成本 那你觉得 这件事 是不是可以提供到一些 job opportunities 或者是解决到人籌的问题 你怎么看 嗯 刚才Daniel 又或者是Nelson 他们都有提到一些 如何处理一些 如何处理一些人手 那特别如果针对AI 那先算 其实AI 在很多不同行业来说 应该是可以处理得到的 那当然一定 譬如可能 Marketing 跟着Finance 又或者可能某些 Design 上面那些类型的行业 他们一定是可以率先去 用了先的 因为现在CHETGPT 4 当时我们就没有用到Pro 那么誇張 我们只是用到4 才是自己 那体验过 其实发觉 他都可以答到一些问题 那如果我的朋友 他们用Pro 那些 还很厉害 讲了很多不同的功能 的确是可以 帮他们去解决 但是真的要去Define 究竟你自己的公司 和你的行业 究竟现在那个 是怎么去用 如果譬如说 你请一些Junior 回来 但是譬如他们本身 自己都不是很熟悉 这方面的东西 又或者譬如老闆自己本身 你们的团队 都没有去研究CHETGPT 4 那你纯粹只丢一笔钱下去的话 那变了就会懂得企返 很多时候大家 作为老闆也好 作为Management也好 都一定是有计算过那条数 那条数上面 你放了计算下去 但是你又没有去 好好去了解 那你等于消钱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的意见就是 可以去用的 但是首先前提是 你们公司Core上面 一定要自己都去 愿意去了解 和去投放下去 才有意思 就不要只放钱下去 那这里我 让我允许做一些 的补充 就是我想 有很多科技 是很好用的 我相信 但是都要適合自己用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自己公司里面 如果你看你自己的 的 business 的 product 还有你的 service 究竟有些什么 你是可以 outsource 你是call business maintain 那时候 你就真的要看一下 那些 IT solution 是不是真的 帮助到 你提升你的 productivity 就不要 全部人用 chat 那GBT 你又用 chat 那你就要看一下 那这个 是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那我相信 Daniel 就有很多经验 就是他如果用得 那么多 就真的很多 那我相信 他的 subscription fee 每个月 都应该是一个 挺大的数字 但是 with respect to 人工 都应该是很不同的 我相信 那我刚才看到 Joyce 举手 Joyce 是不是有问题 你可以问的话 你能不能开到 我给你 我开个 mic 给你问 好 Joyce hello hello 你好Joyce 你好 我在想 就是刚才几位 MC讲的东西 我都很认同 不过我就在想 但是 香港真的请不到人 外勞 会不会帮到手呢 好 Nina 你的问题 好 我先 mute你 那我找我的嘉宾回答 嗯 那不如我试试说一下 比如我们教育行业 很多时候 现在 会有很多内地人 就特别是内地人 他们会去apply 在我们最初期的时候 都会有考虑 那其实内地人 他们本身不太熟悉香港的文化 特别是教育制度 都这么不同 由他们来教我们香港的学生 特别在补习上面 那会不会是work呢 那我们是有试过 内地的同事 那分两批的 有一些呢 就是他们本身自己会去 他愿意去改变 接触得多一些 那他也都是有去训练他们 那他们是so far ok 那但是另外一半 那因为他们 真的不了解这方面 那所以变了 如果在我们的那个position 去用他们呢 那就好像会差一点 那但是so far 我如果问回一些 教日校的那些朋友 那他们是 如果是拼请内地老师 去教中文呢 又不同的 因为他们始终都是有普教中啊 跟着有专科是普通话那样 那对他们来说是ok的 那但是如果你说 就是去overall去review回的话呢 我自己都会认为 其实是需要引入一个外地的人才 就是哪怕你说内地也好 或者是其他国家那样 那教育行业是这样 其他行业更加是这样 始终的pool就是这么大 你永远在IT上面 它会帮到你 因为IT呢 现在譬如可能是chess GPT也好 或者其他AI的工具呢 它是现阶段 未完全发展成熟 又或者是某些行业呢 其实未是那么适用的 还是一个很initial的阶段 那所以在现在是大家 要去适应这个的时候呢 那仍然是需要靠人的一个力量去做 那但是这个阶段呢 一定会慢慢慢慢去演变的 就会变成是会倚赖大部分的portion 是在AI那里 那变成是我想大部分 不同行业的老板 或者是管理人员 都应该要去将它慢慢shift 就是一起去了解 一起去慢慢去浸一点浸一点去用 那才可以中长远地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或者Nelson 刚才你也说了很多 例如那些分工 拆一个工作 就着这个AI的问题 你又如何 我想我再拉深一点的问题 AI是一个概念 还有一些expect 就是透过政府有很多一些 一些scheme 找一些人才来 因为那你自己的看法就是怎么样 如果外劳 譬如是刚才说expert那些 是来到可能 只是一个很短的training 就可以 释述到香港的文化 或者企业的文化 那是好事 因为你的乳多了 但是如果外劳来到 是需要training很久的 那就解决不了了 就是帮不了手了 就是一些 我想比较如果是一些 努力激烈 就是不需要太多training 那这些可能会 帮到一些 可能是餐饮 一些 就是比较需要劳动 劳动多些 就是这类 如果医生那些 就真的需要 本身就是expert 过来 社福界也是 你就算有外劳 但如果他本身不是training 的一个社工 其实他来到 都解决不了社福界 这个field的人口 所以要看一下 输入些什么人 过来 这样 就是你说 选不选不选择 他partner一定帮到 帮到手 嗯 OK 暂时 audience的问题 我们回答了 我也有一堆问题 我再 时间关系 我也可以问多 一条问题 问大家 那就是 刚才 Daniel 都说了 就 slasher 那个概念 那很多年轻人 就是特别 就是那些80后 或者80后 我想都不是 应该 90后多些 应该 就是他们 都是想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们 又不是很想 在一间公司 做5-10年 这件事 我们又 怎样可以杜绝这件事 或者是 逆向 change 这件事 有没有什么看法 三位 这个 这个 我觉得 就是我们聊天室 有位朋友 Bel 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都相关 在我的角度看 我自己做很多 一些人才分析的 项目 那其实 一旦 当你找到一个人 就是员工 他背后 什么 驱动他的熱情 那么 其实 你的工作 也能够满足到 他这部分 需要的东西 那么他就会 留在这个工作 公司的机会 就会大大提高 因为本身 例如 他很喜欢帮人的 你加入一些 一些 helping professional 的工作 其实你本身的工作 就已经满足到他的需要了 所以了解一个应征者 或者一个员工 究竟什么驱动他 是重要的 或者Daniel 你怎么看 时间关系 我就讲一个 我们用开的方法 我想可能会 即未必帮到应征者 那我们在interview当中 我们是会 问三条问题 或者问一条问题 但主要的那条问题 我们一定必问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想加入我们 还有我们会问他 即我们问得很深的 即直接会 同一条问题 问不像 因为他的答案 未必是 即未必是我们觉得合理 或者是接受到 即如果他连 为什么加入我们 都未必有很清晰的 conference到这个message 其实我们都未必会过下一关 那么我们每一回合都是 我们有三回合 所以我们是 在请人方面的要求很高 所以也都是投资下去 那个training 和他的career path 都是很认真 对每一个同事来说 其中另外一条问题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参考的 就是他加入一间企业 即是一间公司 其实他追求的 他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就会叫他 即分享最重要的三个 例如他找到最想要的三个 item 那三个element 那三个什么 例如人工 即工资可以是一个 例如career path 例如他学不学到东西 例如他有没有authority 等等 很多不同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人工都一定会是奇迹 所有的package 无论他如何去rephrase 即一定是他们会care的 而是正常的 你明白 即如果有个同事来跟你说 我完全忘记了人工 其实这些是否值得聘请的人 都未必 所以你要接受的 就是正常人之常 他们在意的package 但是可能他不好意思说 所以你都要 即是告诉他们 但是同一时间 即我们就会写下 他最重要的三个 甚至四个 那同一时间 我们都会分享 我们公司最在意 那几个东西 包括刚才开始说的 就是我们公司在意文化 沟通 其实我们都很重视 那个commitment level 或者loyalty 那我们会很透明 告诉他 当我们知道了 他们最重视那几个东西 我们最重视那几个东西 我们就会当中找 有没有matching 有没有alignment 我们就会很直接 就是很直接 告诉他 原来你look for 这件事 其实我们都给到你 你look for 这件事 我们都给到你 最后就在 那个三个月 半年 一年里面 就看看我们对不对 演出其中一些 举路过的东西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是 你会让他觉得 你们好像是一起 走一个旅行 或者有人陪着他 带着他走 那是会增加 对公司的归属感 我觉得 还有我们公司是很多同事 refer其他人进来 就是亲戚 朋友 那所以这个都是 未必的一个factor 说完 好 回来 Steven 不好意思 你只有一分钟 那我就快速地说 刚才Daniel 和Nelson 说的那些都非常之好 culture 那跟着 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 那career path 其实走了这么多年 每个都会是这样去做的了 那但是 刚才我看到Joyce 就说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是现在近年 是很多人会去说 但是 你怎样将这一件事 去和他设定一个 大家认同 也都一起去commiss的 这一件事 才是一个技巧 因为合作伙伴 如果你在做老板 你又未必完全可以 信赖得到他 但是同事之间 他又可能 就是同事 可能都想有机会 去建立到他的事业的嘛 那怎样去制定这一些的政策 或者一个平台 给他晋升上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但是我想最强调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公司 讲CRM 就讲了很多年 那但是其实我们呢 会更加强调的一件事 就叫SRM 因为你对外 就是做生意 那你会收到很多钱 那但是 你对内呢 其实同事是你更加重要的资产 如果你没有人 那基本上你什么都不用说 所以staff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就会放在我们的第一位 这样 那我想如果简略地 就可以这样去讲了 OK 那 让我大胆一点 做一个总结 那我们今天的webinar 就做一个人才 就是抢人才这个topic 我们有五个要点 大家要拿走 这样呢 就我都是归纳回我们 三位guess讲的东西而已 但是不是我一些新的ideas 那第一件事 我们平时讲开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我们都不要忘记 staff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我们要建立一个corporate culture 是可以fit到80后 到90后 里面刚才都整个sharing里面 都有讲到例如work life balance 一些flasher的概念 transparency 透明度 第四 和年轻人一定要讲package 那你要留意一下你的corporate culture 建立的时候 是怎样呼应到这一班的年轻人 好了 第三点 我们都可以考虑一下 用一些科技 来 deal with 我们那些non core 非核心的业务的环节 那可以用technology 或者外判的手法 那第四点呢 就我们都看一下 我们有些工种 是不是可以斩件式 引入一些的 一些的 爸爸妈妈过来帮忙回归劳动市场 那finally 我们都要面对一个事实 那个矛盾 经济的复苏 VS 请人的矛盾 那这个都要留意 那我想我们今天讲的 topic 就是这个 topic 那你们都可以 我们都会upload去Facebook YouTube 那你都可以share 叫那些朋友听一下 那你都可以留言 那我们又可以再看一下 下次又再整个part 2 都可以的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为止 那多谢大家 好 拜拜